第六點 最投入的這個問題 第三點 大家也很重視了 這個綠色圖書館的問題 三下站的問題 我記得我的意見 我說是不是可以做一個模型 來讓這個相關的專家 來看看這個有沒有衝突 那好像對我的答覆 他說因為高低效果太多 沒有什麼 哪就做了 又沒有 那這個我再提出來看看 是不是能夠做出一個這樣的一個模型 讓大家能夠來比比看 這是第三點的這個意見 那第四點的意見 有關區公所的意見 都是尊重各位里長的意見 那我們有四十幾位的這個里長 那我看這個答覆的這個說明裡面 對於里長的這個溝通的部分 好像也沒有 沒有 這是我還要再加一把金 要不然今天就不會有這麼多人了 那這一部分呢 然後我們湖山里今天有一個書面的意見 這四個站裡面有1.5個站是湖山里 是受到的這個影響 什麼水啦 什麼景觀啊 用水什麼都有 那這一部分的話呢 特別請開花單位 對這個湖山里的這個意見呢 能夠加以重視 怎麼樣去 如果要開花有沒有怎麼樣因應 補償的這個湖山 那這個是第四點的意見 那第五點的意見呢 是有關交通的分析跟停車場的這個規劃部分 那我們也有委員提到這些問題了 那這個 是不是江南的分析合理 合理 那這個還是請尊重這些相關的機關 跟委員的意見來加分析 那我直接的 那最後我直接的講呢 因為不要開車坐攬車上去 減少交通量 就我的專長來看 這個會減少空氣污染 這個是會減少 因為上陽明山 他們所造成的交通污染 這一點是就我的專長 我講的 那我的意見到這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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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蝦尾還會再 那有主席 來黑的過程 我其實想